留学体验最大的事情如果有开行 就是八九月份在英国租房 我是两个人在找房 碰到了无数的中介 一点不花伤对你们讲 这帮傻子真的给我气死 所以今天给你们盘点一下 在英国租房火灭外中介的差异 英国中介 给英国中介发邮件 就像在上坟 像在坟头烧爆了 坐视消灭漫道 你感觉他们像不认识字 我都不认字 你看到一个房子很心动 发了一条邮件过去说请求看房 英文一个个都像我爹 喝了一万年回你一句 谢谢我们这套房子已经进去了 你要不看点别的吧 这虎回都下完了 想起来给我装和了是吧 要不就是回都不回你 上门烧纸一样 没人理你才正常 有人理我 但话说回来 英国中介也有优点 就是他们不会乱定价格 该多少是多少 没有营养消费 说到这儿不得不起 我说到第二点 国人中介 先穿点 你们留学生 给我把这句话纹身上 突然国人中介24小时 见见秒回 工作太多好 服务效率家 我看女员那时候 眼眉手软 我上个礼拜去看李特房 那个中介非要等人起了再去看 一个中介带5个人去看房 我跟我朋友虽然觉得价格虚高 但是也还可以吧 就准备交金金了 然后那个中介突然跟我们讲说 要每个人按人头 交三百万付费 我说你啥都没干 你平常收了三百 还一人收三百 那我要是怀个双方天 你是不是还要收我两份 婴儿带租费 按人头算 那不俩吗 然后那个中介自先又告诉我 他们是有服务的 并套出一张铁图 我看了一下 三百方的服务内容里面 居然包括检查媒体表数据 多谢你 倒不是我长了一眼 那我真的瞎 还有协助退还压力 多谢你 这没有你的协助 我都不认识钱 并付来一个PDF跟我说这是协议 简单来说就是只有租客要干的事 没有他们公司要干的事 因为他们公司要干的事 放在立章节族里告诉我 好好笑 放到二百年前这不就卖身心吗 而且某个人15分钟 一套的看忙速度 都不算他们虚高的房屋价格了 我浅算了一下 因为高低四五 所以在人民币 看到我的小地盘租房 这玩意比应召都快 好 拜拜 这里 对国人装置我的评价就是 四个字我天也有用 下班